离开了浙江卫视后的朱丹,发展顺利,不仅出现在各大颁奖典礼上,还参与话剧的演出,各种活动忙不停。 近日一大早,朱丹在助理的陪同下抵达上海虹桥机场。当天,朱丹一身休闲打扮,戴着黑框眼镜,素颜出现。一手拉着行李箱,一手拿着几本杂志走出机场。 朱丹带着助理熟门熟路地来到地下停车场走向一辆红色路股轿车。在将行李放好之后,朱丹直接坐进驾驶舱,自己开车离开。 要知道,在机场车子停在停车场一天的费用可不便宜,朱丹这一来一去就是好几天。 看来,外出捞金回来后的朱丹也是赚得盆满钵满,根本不在乎这点停车费。 搜狐视频娱乐播报独家报道。